可过了二十四个时辰之后 他们现在蹊跷流血 这不正应了魔火侵蚀心脉 唯一的症状吗 是不是有人嫉妒雪莹成为超凡 故意想要陷害雪莹 是四伯仁了 伯仁 雪莹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今日前来 就是想跟大家证明 我没有杀死崔师兄 不是你杀的 难道是我弟弟杀的 不是 崔师兄和伯仁的死 都是出自魔族之手 我就知道 徐是靠本领成为超凡的 他对我们都不错 不会对我们下手的 在崔雍死的当日 我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如果他死于魔族 我们这些元老 不会看不出来的 刺控灌主说的是 但崔师兄身亡 是因为魔火侵蚀心脉而止 而并非普通的魔化而死 魔火侵蚀心脉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个时辰之内 没有发作 就跟普通人无异 所以即便有弟子 魔化而死 也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我想 魔族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让我们之间相互猜疑 静修 好 这一切就是魔火侵蚀 魔气进入体内之后 中了魔毒的迹小 魔火侵蚀 魔魔力迹小 当日海参宫大战 我很多死去的弟子 也是这种症状 各位元老 你们再仔细想想 他们之前并没有任何症状 可过了二十四个时辰之后 他们现在蹊跷流血 这不正应了魔火侵蚀心脉 唯一的症状吗 这么说来 当时在考场 崔庸师兄就已经魔化 真的不是雪莹傻的 是不是有人嫉妒雪莹成为超凡 故意想要陷害雪莹 那日魔族潜入了 试炼空间的结界 我们没有来得及 留下有用的凭证 可现在 崔师兄和薄荣的死 就是最好的证据 超凡试炼结界严格 魔族又是怎么潜入的呢 在那日超凡战 我们刚进去便被魔族包围 他们利用阵法 布下黑雾 我们只顾着闪躲 可崔庸师兄为了保护我们 深重魔火 才会沦落至此 看来事情没这么简单哪 没错 我们都知道 夏族有很多魔族的奸细 现在看来 这些魔族的奸细 已经渗透到长风学院里了 如果这个奸细在长风学院 我一定查出来严惩 现在想来 我海参宫被毁 跟这些奸细脱不了干系 长风骑士若是找出了奸细 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一定要亲手将它碎尸万端 日后长风学院招生 也应该更为审慎严格一点才是 薄蓉 对不起 都怪我 没有保护好姐 这个仇 我一定会帮你帮 四薄蓉是我们的同门 我们会为她报仇的